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 毛泽东曾经明确提出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运动有力地打击了 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 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 发生在哪里呢 中国广东省汕尾市的海丰县 历史悠久 景色秀美 在尝试一片林立的楼房中 有一组以红色为基调的建筑 尤其引人注目 这里名为洪宫洪场旧址纪念馆 洪宫曾经是明代的学宫 是祭祀孔子的地方 现存灵星门 大城门 大城殿 佩殿等建筑 现在这里是著名的红色革命遗址 两厢配殿里陈列着许多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早期农民运动相关的文物 比如减租证 农会会员证等等 洪宫旁边的洪场是一个宏大的广场 大门气势恢弘 王场上注立着一座高大的人物塑像 神态自若 气宇宣昂 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 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澎湃 那么澎湃为什么被誉为 农民运动大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造成章 coal卫 hurts 不不不不 떠 岸栋梁 他就是国家再暗洪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天 他把家里的电笼都请到家里 当众烧毁了他们的全部田气 并且说 以后自根自食 不必交租 澎湃的行为遭到家里许多人的谴责和反对 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 但是澎湃以此表明 他与封建地主家庭的决裂 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 在澎湃家乡的赤山约 有一座明代天妃庙 庙前有两棵大榕树 是农民进城的必经之地 人缘密集 澎湃经常穿着粗布短袜 站在大榕树下 拿着德国产的最新式的留声机进行宣传 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之下 渐渐地农民们对澎湃越来越信任了 1922年7月 有五位农民加入到澎湃发起的革命运动中 加上澎湃共六人 组成了六人农会 很快发展为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赤山约农民协会 澎湃带领农民联合起来 减租减息 抵抗科捐杂税 为农民办免费教育 教农民记账打算谈 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 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 不收诊费 药费折败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 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澎湃等人的努力下 农会不断发展壮大 很快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农会 海丰总农会 会员发展到近十万人 澎湃根据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 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第一部有关农民运动的专著 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籍 周恩来为这本书提写书名 澎湃也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 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 范围广影响大持续时间长的农民运动 为后来全国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发展 拨下火种 当时农民运动不断发展 然而能够领导农民运动的人才 却很缺乏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澎湃等共产党人倡议 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培养农民运动骨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广州的农民运动中 将农民运动 distint essen 至于瓶框的农民运动 在聕政府的信心 学北辑能传心很深地 写筆运器 写作业 圈圈点点记录下自己的理解 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周恩来 澎派 韵戴英 萧厨女等 许多知名的共产党人都担任着教员 毛泽东除了担任所长 负责主持学校工作外 他也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农民问题 农村教育 地理三门课程 在课堂上 毛泽东讲课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深入浅出 他讲到中国各阶级的关系时 用宝塔做比喻 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 塔的最下面是工人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人数最多是塔的基础 然而 他们也是受压迫最深 生活最苦 最需要革命的群体 毛泽东对学员们说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 农民问题不会解决 在广州举办的六届农奖所 先后培养了近800名学员 这些学员毕业后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中 也为后来的东征以及北伐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各地方照广州农奖所 也办了不少农奖所 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 动员农民加入农民协会 到1927年 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900多万人 逐渐掀起农民运动的高潮 高田波就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 她毕业后成为中共广东省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在北伐时期担任妇女北伐救护队的队长 清临前线 英勇无敌 维拔群回到家乡广西后 参与领导的百色起义 任广西农民协会副主席等职 是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人员之一 澎派担任了第一届农奖所和第五届农奖所主任 并担任了六届农奖所的教员 1927年 澎派回到家乡领导家乡人民 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11月 在海丰县学宫的大成典 召开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 澎派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 会议通过了没收土地案等八项政治纲领 宣布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当时会场四周和街道墙壁都刷成红色 会场内用红布覆盖墙壁 学宫也被改称为红宫 在红宫旁边还兴建红厂举行庆祝活动 农民运动大王澎派 从在家乡创办的六人农会 到海丰总农会 从创建广州农奖所 到海丰县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他甘愿牺牲个人的荣华富贵 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 如今的红宫红厂旧纸纪念馆 陈列着许多珍贵文物 比如澎派亲自设计的农会会旗 澎派宣传农民运动时使用的留声机 澎派穿过的衣服等 都成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 澎派宣传民运动时使用的